欢迎锁定9点整点新闻 我是李化仙 现在看到一名自称方兵的大陆民众 直击武汉地区医院 结果发现地上到处都是湿袋 也被质疑官方是不是隐藏了死亡人数 想社区总干事侮辱他们 晚上则是推出了口罩派对可以免费入场 最新的大陆武汉肺炎疫情 来关心全球目前的确诊人数 以大陆来讲的话 现在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28,049例 甚至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564例 还有包含了韩国跟日本的通通 同样也是持续上升当中 而且现在大陆已经超过有30座的城市封城 而至于台湾来讲的话 目前确诊病例维持在11例 不过根据了解首例恢复状况良好 而且预计最快一星期里面就可以出院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而再来关心到的则是 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 在昨天就传出说 有10个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不过今天又传出再度确诊10个人 船上一共有20个人感染武汉肺炎 而日本的确诊人数已经来到了45例 这一艘邮轮上个月31号 曾经停靠过台湾的基隆港 上面还搭载了22名的台湾乘客 只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传出台籍旅客有确诊的消息 不过我们来关心的则是 这一艘这个钻石公主号 现在又新增了10例 现在已经累积来到了20例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在1月30号 31号他们曾经停靠基隆港 而现在还有消息传出来说 这一艘邮轮上面的乘客 还曾经进到这家台北的国宾饭店来用餐 而且这个消息传出以后 好多人都非常的担心 不过台北国宾大饭店 昨天也正式澄清了 说1月31号当天 并没有任何邮轮旅客进入饭店用餐 认为这已经严重损害了饭店生育 而这次邮轮钻石公主号 目前被查出有20名旅客感染的武汉肺炎 其中这一艘邮轮在上个月31号 短暂停靠了台湾 也让游客下船完的一天以后才离开 那么现在其实根据了解 新北市政府也知道 说这些游客有一些是人是自由行 所以有到了包含的酒粪等等的地方去玩 因此现在包含的故宫 他们从昨天晚上崩管之后 就全部来消毒 同时现在也进行了红外线的监测的体温 而至于左份老街 在昨天晚上新北市卫生局也全面消毒 今天指挥中心开记者会的时候 陆委会也同时宣布了 将中国大陆的旅游警示提升为红色 现在各大旅行社也都表示了 直到了3月31号之前 前往大陆的旅行团通通都取消 而且也会同时全额退费给消费者 希望可以配合政府的防疫脚步 我们还看到了 现在包含了熊狮可乐东南跟五福都说 可以全额退费 那么口罩实名制从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上线 民众只要持健保卡 就可以在全台6500多家的健保药局 来购买两片口罩 目前在台北市的最新情况如何 连线记者张一辰 刚实际看到了北高两地 现在在买口罩的部分 看起来都还算顺利 不过事实上今天民众 如果说真的要去买这个口罩的话 你是必须要拿着自己的健保卡 那么到全台6000多家的 这些健保特约药局来购买 不过也有药局公告了说 请大家自行备妥10元来购买 而且还说不能骂我的员工 希望可以加快购买流程 避免再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 而另外的关系则是 因为前几天这整个实名制 在上路之前有一些状况还比较不确定 所以传出说 有药局收到款式是错误的口罩 甚至有些反映说数量好像不太够 那么还有药局表示要退出 不卖这次实名制的口罩 就怕太麻烦了 那么另外也有药局建议民众说 不要太早去买口罩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线 有可能健保卡一次刷卡登陆上线 如果说人潮过多的话 很有可能一窝蜂的情况下 也会造成网路大塞车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 现在大家强买口罩 不过到底要到哪边去买 哪里有这些药局可以购买呢 我们也来帮大家整理了 其实现在包含的官方的部分 也可以再来查询 那么像是以LINE来讲的话 通讯软体上面 也有网友建立了LINE的机器人 只要输入自己的所在位置 就可以迅速找到附近的药局 有哪些地方可以买 我建议大家最准确的方式 还是到健保署的网站 上面会有一家一家资讯提供给你 所以昨天开始 各地就在配送这些口罩 只是没想到在整个花东部分 包含了宜兰 花莲 台东 有好几家药局 在昨天收到货的时候才发现说 中央配送的口罩居然记错了 而负责配送的邮局则是赶在昨天晚间 加紧作业重新派货 希望今天让民众都可以顺利购买 在2月7号跟2月8号两天 将在全台将近30家门市 说要免费发送50万片的口罩 每个人可以领取5片 不过昨天新北市消保官到分店来查核 也要求业者必须要加强标示 说这批货并非是医用口罩 也提醒民众不需要一窝蜂 跟着排队领取 口罩但有没有关心过口罩工厂的产能呢 台南这家口罩大厂全力赶工生产口罩 不过因为缺原料的关系 全国的口罩产能已经有每天400万片 往下掉到了320万片 幸好在台南这家工厂 还可以自产不织布等等的原料 完全不受到缺料影响 也成了现在非常重要的口罩工厂 深夜11点多 武汉包机首批的台商247个人回到台湾 但现在这包机的名单也引发争议了 国民党议员徐巧新认为 前几天不断的出面在媒体这边 喊话的这一名台商会长徐正文 应该要谨言盛行 连线记者林彦佑 石油通生活讯息提供给您 现在受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影响 台湾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不眠不休 为人民健康把关 那么对此台北101 从昨天晚上开始跟今天 这两天晚上6点半到10点 在大楼的外墙 就会用这样子点灯的方式来替大家送暖 而且也可以对相关单位表达谢意 希望台湾一起加油 还有说到这次肺炎疫情影响 如果说你要搭客运的话也要注意 因为现在阿罗哈宣布了 要聚在发烧的乘客 如果说你发烧的话 那么同时又有咳嗽 而且还有中国大陆旅游史的话 他们就会聚在 那么同时整个车上也会进行 酒精的消毒 还有再来关心的是 现在因为天气冷 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所以有大学生出门的时候 口罩不离生 除了吃饭之外至少戴了7到8小时 因此脸上也出现像这样子的花花疹 非常的不舒服 医师也提醒了一定要适度的保湿 如果说有严重症状的话 还必须要使用药膏 避免刺发性的感染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发 蜂窝性组织炎 好 持续来关注武汉肺炎疫情 现在在大陆武汉的病毒研究所 还有实验室也成了各界的关注焦点 其中这一名39岁的女所长 还受到网友热议 怎么回事呢 请蕴涵来告诉我们 介话先带来看到 武汉肺炎疫情是持续延烧 过去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质疑说 是不是从大陆的病毒研究所 这边人为造成的 不过这个说法 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证实 但现在年仅39岁的 病毒研究所女所长 也被大家热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只有39岁 而且包括很多网友都在质疑 是不是透过她的丈夫呢 同时也是这个大陆的高官 因为这个丈夫的关系 所以她才能够爬得这么快 可以看到 这是她在实验室的画面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我们也来摊看一下 她过去整个个人的经历 来看一下 究竟她的经历到底是有多快呢 我们透过一张图片可以看到 她大概只有39岁而已 2004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而本身是一个高材生 而到美国拿到了所谓的 硕士学位之后 就回到大陆去 武汉生命科学院 而且也在学院当中 获得了博士学位 而她从基层的研究员 一路爬到病毒研究所的所长 只花了短短的6年的时间 在学界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少见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短的时间 也让外界质疑说 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有背景 此外也带你来看一下 所谓这个病毒研究所 它究竟是怎么样呢 它始建于1956年 而且是从事大陆相关的病毒 以及基础研究的机构 而且它当中有一个叫做 生物安全研究室 将这个等级分为 P1 P2 P3跟P4 P4研究室就是用 这个最劣性的研究病 传染病的研究 而且这个安全等级特别高 因为就是担心说 这个传染病一旦释放出去 可能会危害别人 因此包括比较危险的病毒 像是伊波拉 也都是在P4的研究室来进行研究 此外带你关注到另外消息 马来西亚开了第一枪 防疫第一枪 就是要求在5号的时候宣布说 除了重要官员之外 将撤回所有在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以及台湾办事处的 外交人员还有家属 而镜头我们再转回到台湾的部分 在2月2号的时候 疾管署记者会特别宣布说 学生的开学要延到2月25号 而这件事情当时候在台师大 有所谓的儿童营队 因此也在脸书上赶快公告说 这个营队要准备停办了 同时他们也发给家长简讯 但这样的做法 引起其中的一位家长特别不满 他直接就在脸书上头 直接抨击了台师大 他就说三更半夜一封简讯 不觉得你们很夸张吗 如果我是在家庭主妇的话 无所谓 但是他可能是要上班的 他认为说小孩如果送到其他地方 防疫就有 有效果吗 而这段话在网络上可以看起来 他是非常的生气的 不过他这段话一PO出来之后 下方也有非常多的家长 出来缓家认为他的看法 比较偏激一点怎么说呢 有家长就说 停课其实也是为了要为 孩子的健康着想 而且非常实情 大家应该要互相体谅 同时台师大也特别 赶快也回应这位家长说 其实如果很多家长 来不及安置这小朋友的话 大概2月3号的话 他们免费来照顾这些小朋友 希望就不要造成家长太大的困扰 当然刚刚那一段留言 也引起其他家长认为说 这个家长实在太偏激了 你是不是搞错发火的对象了 还说希望大家在这个防疫期间 能够互相多多体谅 以上就是这一节生活资讯 再把时间交给华仙 好 谢蕴涵 再来关心现在大家都说要防疫 而在大陆这边 这民众是不是防疫过了头呢 有民众说自己开车 还带了十多个口罩出门 而且让看到的交通远警 忍不住劝他说 现在口罩非常缺货 真的不要这样浪费 不过也有民众不把防疫 当一回事 甚至还对执勤的民警 吐口水还叫嚣 而另外还有纺织工厂 提前复工的文章被查获了 现在负责人遭到了行政拘留 也成为了大陆第一起案例 厂购以外 现在连消毒的酒精 也几乎是供不应求 有好多民众到药局 都是空手而回 那么有专业的药师也建议说 现在有一种二氧化氯的定计 只要放到水里面发泡稀释 就可以成为次氯酸水 跟酒精一样具有杀菌功能 但是要提醒您注意的是 有化学老师也说了 次氯酸水尽量不要长期触碰皮肤 免得太过刺激造成受伤 WC每年在2月的时候 都是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办 不过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南韩手机大厂LG 也已经紧急宣布退出 成为第一家策展的厂商 而至于大陆的中心通讯 也决定要取消发表会 在凌晨5点的时候 这名爸爸冲进到了台中 这一间派出所 说女儿昏迷了 能不能帮忙开道呢 而这名园警非常的热心 也开着巡逻车来协助 原本20分钟的车程 不到5分钟就抵达医院 连线记者陈志辉 艺人叮当也因此受困老家浙江 不过他非常关心这个疫情 还自掏腰包 捐出了上千个口罩 给当地的医院 为家乡来加油打气 同时他也回应网友 说这些口罩并非从台湾寄出 而艺人范伟奇因为口罩事件 怒骂了行政院长苏贞昌 结果遭到了网友围剿 他的好朋友葛仲山出面解围 没想到也受到波及 结果沉寂了几天 范范终于出现了 他在葛仲山的IG留言说 我已经诚心诚意道歉了 还要我怎样 看得出来非常无奈 突然抛锚了卡在中章 快速道路的太原闸道口 幸好三名园警热血的帮忙 来推车排除状况 其中负责病毒核酸检测的医生 双手因为工作戴了 不透气的橡胶手套 长达12个小时 所以出现了红肿 长红般的现象 不过他们还是依旧 坚守工作岗位 希望可以尽快交出检验结果 不过说到第一线 医护人员非常辛苦 还有台湾的医护人员 现在也传出口罩量吃紧 甚至传出有医学中心 打电话通知患者 说要延后开刀时间 可能就是因为 口罩跟防护衣不够用 那么也有诊所的医师 休假日自己去排队来买酒精 还有包含了内湖的康宁医院 目前医护人员的口罩量 库存量只剩下10天左右 疫情造成的金融影响一率减低 所以台股一早也攻上了 11702点 连线林佑芝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美股连三天大涨 今天6号的台股也跟上脚步 11605点上涨32点开出 到9点17分左右 高点有上涨128点 来到11702点 苹盖三雄方面 医院营收月减19%的大力光 上涨10元来到4840元 鸿海涨0.3元 报82.5元 台积电涨2元是329.5元 其他类股方面 旅游股 雄狮 云品 金华 都有小幅上涨 但值得注意的是防疫概念股 毛宝 康纳乡 花仙子 恒大 又逆势下跌 跌幅甚至高达6%到7% 以上是最近情形 时间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 大陆武汉现在犹如是孤城一样 自从1月23号开始封城 现在武汉人也透过视讯说 就像被政府给遗弃了